今天要看一條旅行護膚化妝袋的影片 其實我現在身處在紐約在一間酒店房裡 這間房子是非常非常漂亮 是非常宮廷式的 後面就是一張床 這裡就是一張很漂亮的公主的椅子 然後我放了一塊我準備會說的產品就在這裡 上面有一盒大大的吊燈 但我拍不到它 可以看我instagram的照片就可以看到這間漂亮的酒店房 事不宜遲 現在就開始 可能我先說一下這個大袋 其實我最主要是放兩個袋子 就是放了護膚品和化妝品在這裡 而這個就是放了一些液體 還有聽到有些藥丸的聲音 比較大一點的東西我會放在這個袋裡 這個袋子的牌子就是captree的牌子 其實是不用錢的 其實就是買hand cream的時候 我記得是好像一套這樣送的 然後一打開 就是這樣有點透明 所以很容易在裡面有些什麼 這個袋子唯獨是缺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它有一個勾勾在這裡 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掛在洗手間那裡 會方便一點 首先就是這個梳 這把梳其實我回到家之後 我會長期留在這個袋裡 因為這把梳是在我旅行的時候才會用的 就是Tango Teaser這個牌子 它真的是旅行的 因為它有一個蓋子在這裡 所以不會弄到梳的腳尺 會扁著那些 是保護著它 然後有一些橡筋 我應該有三條橡筋 對 這裡有三條橡筋 還有這些粉紅色的貼貼 是用來貼著那些陰 洗臉的時候不會掉下去 我沒有戴頭褲 之後就有一個Believe的霜 其實這個是通常旅行 我都會放進去 有什麼不時之需 不會缺一些的霜 而且這個是小小的 之後就是這個palette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這個是Shellet Tilbury的palette 有這個bronzer 還有這個胭脂在這裡 我今天用它 而且這一陣子最愛 不斷斷用這個 這個是我Nostrum減價的時候買的 還有第一次試Shellet Tilbury的產品 非常滿意 這個我是當一個day cream 雖然它沒有spf 但其實可以說是當primer 化妝師用它來幫毛特打底 不會說鼻位很容易脫皮 這個是非常滋潤 是用到在妝前的 不會是起擦膠粒 這個品牌應該 你們都熟悉的 如果有化開妝的朋友 好像不知道是法國還是哪一道 化妝品 小小的 就是這一支折毛液 這個是It Cosmetics的 其實都用了一段時間 我需要等 好像說了很多次 但都還沒等 Henazfit的眉霜 這個也是舊版 到現在還沒換 因為還有在裡面 而且每一次用的份量真的很少 然後是這個眼線液 這個是Kiss Me的 是全黑色的 接著這個旅程 我沒有帶眼影盤 粉狀的 只是帶了一些筆 我記得好像帶了兩支 這個是LM的 就是Laura Mercier的牌子 是一個啡啡的 這兩個其實有一點點不同的 希望你們能看到 因為我也知道有點軟 但是設定器 就不能在這個位置 是最好的 因為我只是帶了一個小小的腳架 扭出來 是有點像Chanel那支眼影筆 非常相似 唯獨是這個 塗上去沒有薄荷的感覺 Chanel那個有的 我也很喜歡Chanel那個 但是這個也能做到它的效果 我化妝很快很多 是平時用眼影粉 盤很久 因為可能要兩三個顏色 但是這個是單色 Urban Decay的Primer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戴這個 因為我完全沒有戴眼影盤 之後就是這個Suseido的防曬 一直都用它的 這個是42度的防曬 已經用完了 我要買一點 這邊還有最後三樣東西 這個是Benefit的Cut Brow 非常喜歡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掃 這個顏色是3號顏色 非常適合 這個是潤唇膏 其實我還沒開這個來用 其實我帶了兩支潤唇膏 因為潤唇膏真的不可以缺少 所以我再帶了一支 這個是Skinfix的牌子 然後就是這個牙線 這個是平時家裡用的 然後整個桶這樣帶來 好 這邊就完成了 我先把所有東西放進去 好 這邊 就有一個粉底 這支是Clay Depot 非常喜歡 用了很多個世紀 真的是這支 因為每一次用粉底 其實份量也不用太多 而且我不是每天塗粉 除非去旅行 之後就是這個比較大盒 就是這個Barber的安瓶 其實這個盒是不對的 是我留著這個盒 因為我知道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這些是很難收藏的 因為它是玻璃瓶 所以我就留了這個盒 去裝著旅行 可以保護著它 這邊有一個開瓶器在這裡 不要忘記戴 也是最近的最愛 很喜歡它的光影在裡面 而且這個是有胭脂 但我很喜歡Shelie Tilbury 所以我帶了這兩盒 還有四個胭脂 還有一個Bronzer 我最主要是用這個光影 是很自然的光影 不像Clay Depot 或者我之前用其他那些 這個是真的比較低調一點的光影 RT 其實我帶了幾張來 現在就用剩一張 而且我漏妝忘記說 最後一晚 我明天就會飛回L.A. 所以有些產品我已經用完了 但是我通常戴多 因為我不想缺 所以我戴多 比戴少 這個SK-II的晚霜 我整個旅程都是用這個 其實這個我之前沒有用過 所以其實也有點風險 旅行的時候用其他品牌 但是我也覺得OK的 我相信過SK-II 因為我也有用它的神仙水 其他的產品都非常好 所以應該不會弄到那麼敏感 B5的Gel 我整支這樣帶來 平時我家裡也是用開這個 這個是一個水分精華 因為臉要做好這個水有平衡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眼霜 我整天帶來 就是SUSAIDO這個 有去黑眼圈的眼圈 用了很久 很有效果 看到眼底是淡了 不可以完全去黑眼圈 但是我的黑眼圈 是淺色了 這個 記得是淺粉紅色的 white lucid 這個 還有唇膏 這個是JUE 我用這個慢慢 所以我還沒開到另一支 這個 這裡有一些細細粒的洗面粉 對 我真的帶了很多 我現在用了 我每晚都會用它 然後我現在還有五粒剩 這個是SUSAID的洗面粉 我覺得很方便 不用整支洗面膏帶去 SUSAID這個洗面粉 其實是比較強力一點的 有點像磨砂 但是溫柔版的 但也是磨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化妝之後 用一些強力一點的洗面膏 我發現我原來還有一條掌巾 我帶了很多掌巾 好了 這個就是IT Cosmetics的concealer 非常喜歡 這個Bye Bye Under Eye的concealer 一直都用它的 到現在 我顏色就是neutral medium的顏色 之後就是眼霜 這個眼霜是日常的 因為通常美白產品 最好不要日常用 所以我日常的時候 就是用Lapari 這支小小的 其實有一套 也是一些水分的精華 因為水分精華 也不可以缺 任何東西都不可以缺 所以我帶了多一點 這個也是travel size 小小枝 所以也不是太重 就是Skin INC這個牌子 之前也用過它這個牌子 真的是full size 非常喜歡 這個好像是sephora 小小枝 是三枝一起用的 同時可以擠一下 然後混在一起 當作是水分精華 用 我就不早一點說 因為我記得這個牌子 幫你量身病做一些精華 好 到最後一樣 原來就是這支棒棒 用來塗的眼霜 不要放手指進去 會污染的霜 好 我現在先把東西放進去 就到這個袋 高狀液體的東西 因為這個袋 讓我先打開 是有點防水 所以如果真的漏了東西 也不會漏到整個行李箱 這個也是 而且我也很喜歡這個袋 因為是勾在這裡 所以可以省一點位置 因為有時候的酒店房 洗手盆的位置比較小 這個可以勾著 省位置 首先我們講一下這一格 這個也是一個茫茫的設計 所以其實很方便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 就是女性用品 就是護墊 我只剩下一張 我每天都要更換 我有些潔癖 我一定要用護墊 還有這一格子 其實我沒有裝東西 是比較小格 可能可以裝耳環之類的 也可以 好 還有 這裡也有一格 但我沒有裝東西 這個也是透明一格 這樣看一看 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 好 由大格開始 還有藥丸維他命D 因為我缺乏維他命D 所以現在就好飯了 所以要保持著吃這些製品 保持我的維他命D的指數 之後就有維他命C 其實這個維他命C 我是這次這個旅程才買的 同時drugstore那些也有得買的 這個也是一樣的 因為去旅行的時候 可能會太禽獲 有時候會很容易生病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帶一些維他命C 或者emergency 就是那些飲品 那些 就不會那麼容易生病 如果我真的沒有帶 覺得自己發病的話 我都會去藥房買一下 我覺得吃了維他命C 真的不會那麼容易生病 然後就是這一枝 Urban Decay的setting spray 化妝之後要噴一噴 這個是travel size 應該換了包裝 跟以前的包裝不同 然後就是這個棉花 我已經用到所剩無幾 剩下這麼少 有兩枝洗臉膏 這個是fresh的 比較溫和一點的 所以早上可以用這個 是travel size 而這個就是laccarry的洗臉膏 我覺得比較強力一點 所以夜晚黑也適合用的 也是travel size 好了 差不多講完了 我有些消毒的濕紙巾在這裡 戴定 唉唷 掉了 旁邊這裡 我放了這個 頭髮的產品 就是這個 Macadania 洗完頭之後 就可以噴 不會打擊 還有在第二天的時候 可能頭髮比較粗粗的時候 也可以噴這個 平時我家裡 護髮的產品 是比較多的 但去旅行 就不想帶那麼多 所以只帶了這個 而且這個 我的瓶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家裡有一支全尺 我就打開它 來補 但他們已經轉了包裝 我記得 還有最後 這兩樣東西 小小的 這個其實是 我這支卸妝油 一會兒會說 可以這樣塞住它 不會 到處都是 我就放了進去 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fresh的corner 這個也是sephora 那些小小的菜 那些deluxe的 相片 這個其實我有點敏感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fresh的產品 可能太天然的關係 我就敏感 我很肯定是這個 因為我 其實這個我已經沒有敏感 但我記得我剛剛第一次用 我想是幾年前 也敏感 所以我知道 源頭就是這個 因為我已經免了益 我用這個 是很舒服的 現在沒有敏感的狀態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如果你敏感的話 最好立刻停用 但我那時候去旅行 我記得沒有選擇 沒有洗面膜 所以要保持著用 真的比不用洗面膜 說完兩個袋 現在講一下面膜 其實我已經用了一半左右 因為我帶了很多面膜來 也是那句 寧願多也不會缺 首先就是這個髮熱眼罩 這個非常好用 在旅行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 可能那些窗簾 可能不夠黑 那些 因為我是挺眼睛 的人 所以睡到黃燒白眼 所以很需要這些眼罩 去遮住光 那些 所以現在只剩下一個 我記得我也帶了很多過來 而且有時候酒店房 可能睡不習慣 很難入睡的時候 這些髮熱眼罩 都可以幫到我的 然後就有 這些全部都是面膜 就有這個 日本牌子的面膜 我記得我帶了兩塊 現在只用了一塊 之後就有一些 台灣的老會絲瓜 的面膜 這些可以化妝之前 用會比較好 因為這些夠薄身 那些 晚上用也可以的 然後就是這四張黑面膜 是金色包裝的 這個 這個也蠻好用的 但我最喜歡 就是紅色包裝的那個 最後兩張面膜 就是Leaders這個面膜 非常喜歡 是韓國牌子 是一個 面膜的紙 有一點點不同 有一點膠的感覺 最後就是SK-II 這個是不可以經常用的 因為太貴了 而且是最有效的 在這麼多面膜之中 所以如果有什麼 可能很乾 急救的時候 這個就非常好 可以幫到手 講完面膜 現在就講一下化妝掃 我其實帶了很多掃 因為我有潔癖症 所以塞粉掃 我就是一入換一支 我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BOBY BROWN的袋 他裝著 也是一套賣 然後他送了這個袋 就這樣 一打開 其實掃都暖了 而且已經用光了 所以看到也挺髒的 不足夠說 但我大部份的掃 就是會用It Cosmetics Rotan Mix Luxy 以及Elf的掃 然後到這個 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 我記得是在IPS活動 送的 這個桶其實也不錯 但比較大 可以保護到掃 而且可以放到很多份 它是一個扣 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 而且在酒店房間也不錯 真的很像一個桶 去放著一些掃 也是一樣 我不會逐一說 而且也比較髒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晚 所以我已經用了所有掃 都是Rotanix Luxy It Cosmetics 還有漏了這個牌子 就是這個RL的牌子 我失分數就是一天要換一枝 但光粉素我可以 三天最多 下眼的東西 現在只剩下這麼少 然後用了今晚下妝 就剛剛好 可以扔到這一枝 非常推薦 用了很多年 這一枝的眼唇卸妝 也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這一枝的尺寸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當時在lancome.com訂購 不知道原來它有出這麼大的尺寸 所以我以為是第一級的 Tillips的牌子 Sonic Care的牙刷 是粉紅色的 我已經換了這枝進階版 到最後兩樣東西 就是Fanco的落妝油 我也是整支全尺的帶來 但其實我已經鎖證無幾 好像只剩下這麼少的 應該也會帶回去L.A.的 因為可以用到三次左右 最後就是這一枝的牙膏 牙膏我也是整支這樣帶來 因為我是用慣了 這個舒適達的美白牙膏 然後我沒有他們的Truple Size 所以我不想用其他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的牙膏太薄和 而且這個是有美白成分 好了這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好了 Bye Bye